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不过呢 礼拜一到礼拜三呢 算是比较稳定的东北风 稳定的东北风会有什么样子的现象呢 稳定的东北风呢 早晚就会更凉 因为呢 受到了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所以清晨的温度会变得更低 但是白天呢 随着回稳的状况 因为它是稳定的东北风嘛 没有带太多的水汽 所以呢 白天呢 看得到阳光 然后呢 风吹来是凉的 但是白天看得到阳光 那么白天温度呢 就会逐步的回升 只不过呢 因为吹的是东北风 所以呢 温度相对偏低 白天回升的速度也是有限的 好 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 清晨温度偏低 请大家起床的时候呢 特别要注意保暖 白天是稳定的 那么回温 中南部会很炎热 但是呢 北部地区呢 是偏凉的 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晴蚀多云 降影几率是零 完全不会下雨 白天的温度是16到22度 中部地区晴蚀多云 降影几率也是零 白天的温度是18到28度 南部地区多云 降影几率10% 白天的温度是20到28度 东部地区多云到晴 降影几率是10% 白天的温度是15到25度 那么澎湖地区晴蚀多云 降影几率也是零 白天的温度是20到24度 所以整体来说 今天很稳定 不会下雨 但是呢 这因为不会下雨的 稳定东北风呢 使得清晨的温度是偏低的 要注意起床的时候呢 的保暖 那么我们来看目前各个 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台中 花莲18度 台南 19度 高雄 23度 宜蘭只有16度 台东20度 澎湖21度 这样子的一个稳定而偏凉的 东北风的形态呢 会一直持续到明天 后天呢 会有微弱封面 那这时候呢 不但是带来了这一个降雨 而且温度还会再降 所以呢 请大家要预做准备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金融市场的最新情况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都是大涨的 而且呢 连续上个礼拜四的上涨 所以呢 美股呢 在台股连续四天的休市之间呢 那么两个交易日 两个交易日都是上涨的 那么以昨天来说呢 道成工业指数上涨了378点 缩盘指数33,527点 涨幅1.13% 纳斯达克上涨了225点 缩盘指数是13,705点 涨幅1.67% 那么S&P指数呢 上涨了58点 缩盘指数是4077点 涨幅1.44% 非成半导体 则是大涨了65.26点 缩盘指数是3305.43点 涨幅高达2.01% 好 你看到我们来统计呢 这个两个交易日 因为台北股市呢 休市期间呢 美股有两个交易日 那么这两个交易日呢 美股都上涨 累计来看的话呢 道琼累计上涨了1.65% 再创历史新高 纳斯达克上涨了3.46% 而S&P指数呢 是上涨了2.64% 也是再创历史新高 非成半导体呢 累计的涨幅呢 则是大涨了5.78% 那么同时非成半导体 也是再创历史新高 好 所以你看到 包括了道琼 包括了S&P 还有包括了费城半导体 都是在创历史新高 那么科技类股的 四大天王呢 都是上扬的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台股的ADR 台股的ADR呢 台积电的ADR 在4月2号的美股当中呢 是上涨上涨5.52% 不过今天凌晨 小幅拉回了0.24% 日月光的ADR 在4月2号 也是上涨了3.37% 不过今天凌晨 小幅拉回了0.63% 联电的ADR 在上个礼拜呢 4月2号的ADR 涨了1.65% 不过今天凌晨呢 是小幅拉回了0.7% 中华电信的ADR 刚好相反 上个礼拜 4月2号呢 它的走势呢 是小跌了0.026% 不过今天凌晨呢 反而是上涨了 0.97%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纽约油期货价格下跌了2.80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58.65美元 跌幅4.56% 北海布兰特原油下跌了2.71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62.15美元 跌幅4.18% 累计呢台股修饰期间呢 油价呢 纽约油期货价格下跌0.86% 而北海布兰特原油下跌了0.94% 油价呢 突然之间的下跌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石油输出国组织呢 OPEP 这个组织呢 他们呢 突然决定要提前的增产 这里面呢 包括了沙地阿拉伯呢 在7月底之前 会把它额外减产的100万桶 重新生产回来 同时呢 6月7月2个月呢 5月6月2个月会各增加35万桶 然后呢 7月呢 还会再增产70万桶 所以呢 累计下来的话呢 到7月底的时候呢 石油输出国组织会增产 一天215万桶 这个突如其来的增产消息呢 使得油价呢 出现了下跌 而这个黄豆的部分呢 则是上涨了10.75美分 美普世尔1412.75美分 涨幅0.77% 如果就这个台股的连续价 起来看的话 倒是下跌了1.67% 最黄金的部分啊 连续两个交易日小涨 那么今天凌晨小涨了 0.02% 累计两个交易日呢 只有上涨百分之 0.77 每盎司的报价是 1728美元 至于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则是下跌了 0.4个百分点 来到92.59 两个交易日呢 反而是跌破了 93美元的 93指数的关卡 另外呢 在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也都是上扬的 英国金融市报百分子股价指数 上涨了23点 涨幅0.35% 那么如果连续上个礼拜四的涨幅的话呢 是涨了百分之 0.66% 对不起啊 这个 这个 欧股呢 其实在昨天 还是继续的 修饰一天 所以呢 只有表现出来的呢 是上个礼拜四的上涨 那么这里面呢 英国金融市报百分子股价指数上涨 百分之0.35% 法国巴黎镇商工会指数上涨 百分之0.59%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是上涨了百分之0.66%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几天 我觉得整理了一些重点新闻 所有金融市场呢 应该知道的一些讯息 首先呢 就是美国的经济数据极佳 非常非常非常好 美国呢 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 三月份新增的就业人数 高达了91万6千人 这个呢 比预期要新增的就业人数呢 是多了非常的多 原本预估只有增加66万人 但是新增的人数呢 比这个预期的人数 整整多了25万人 失业率也下降到6% 劳动参与率也上升到了 61.5% 所有的迹象都显示 就业市场快速的复苏 好 就业市场快速复苏呢 当然也就带动了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金融市场的大幅度的反弹 而且呢 就就业市场来看 跟去年二月的 就业市场的高峰来看的话呢 目前的就业总人口数 还是减少了840万人 那么现在如果按照这个速度 不断不断不断的加温 整个就业市场的话呢 在未来一年之内 美国就有机会 完全地恢复到疫情之前的 就业市场 好那这么强劲的就业市场 市场开始关心的是 联准会会不会被迫 要提前缩减它的购债规模 甚至于要缩减它的资产规模 那么最后可能要提前的升息 这现在呢 已经开始成为市场关注的 一个焦点了 好那在就在经济的 基本面的部分呢 还有一个新的状况呢 还有一个数据是 那么到了四月初的时候呢 各个国家那么都会公布 他们的PMI采购进人指数 好那么美国的ISM 他们的供给管理协会呢 所公布的美国的三月份的 ISM的制造业指数呢 攀升到了64.7 创下了37年来的新高 而这个非制造业指数PMI呢 63.7也远远高于市场上的预期 所以呢美国不管是制造业 或者是服务业 都是强劲复苏 强劲扩张 而且是30多年来的 最快的速度的扩张 另外在欧元区的部分呢 这个IHS Market公司所公布的 欧元区的PMI数值 采购进人数值呢 也是62.5 这是创下了24年来的 最强劲扩张的记录 不但高于这个扩张值50之上 而且62.4 这创了这个数字呢 这个调查以来的最高数据 那么在亚洲呢 日本的PMI数值呢 也来到了52.7 比2月份的高 而且也是两年来的 最高的数字 好所以呢 你从这种大型的经济体来讲 美国欧洲还有日本 都看到了强劲扩张的一个迹象 好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呢 拜登呢 他正式的推出他2.25兆的基础建设的方案 这里面呢 除了一般的铺路啦 造桥铺路啦 这些相关的这一些基础建设之外呢 他砸1740亿美元 设立50万座的充电站 那么对于要去普及电动车 有很大的帮助 而另外呢 有500亿美元 是要来扶植美国的半导体产业 当然现在这个基础建设计划 2.25兆呢 共和党在最近这几天呢 其实大概都是批评的声让 认为整个规模太大了 而且他要配合加税 共和党呢 坚决的反对 所以现在呢 如何的闯关 那么目前呢 可能会走一些巧门 不过呢 高盛这里面提出来了 因为配套措施是要加税 提高这个企业的盈利事业所得税 那么从21%提高到28% 那么高盛认为 这样一来会使得 标普500指数的企业 明年的获利会减少9% 而高科技呢 高成长股呢 他们的每股EPS 甚至于会少掉10% 这是未来的这个隐忧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石油输出国组织跟俄罗斯等产油国呢 同意要逐步的增加产能 使得呢 油价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大跌 他们所计划的是 5月6月 5月增加35万桶 6月再增加35万桶 而7月增加45万桶 然后同时呢 这个沙律地阿拉伯额外减产的100万桶 也在7月底会结束 所以估计呢 到7月底的时候呢 每一天增产达到215万桶 供给增加了 所以呢就使得价格下跌了 值得注意的是呢 石油输出国突然传出来要增产呢 主要的原因 现在传出来说是因为 美国的能源部长呢 打电话给沙律地阿拉伯 希望能够增产稳定油价 所以看起来呢 美国对于控制通膨这件事情 已经开始有一些担忧了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最新公布 官方的外汇存底呢 那么美元资产的外汇存底呢 已经降到了59.02% 是降到了60%以下 这是近几年来的最低的比例 那么欧元还有日元跟英镑 以及人民币都微幅增加 其中人民币呢来到2.25% 这是人民币成为官方的 外汇存底的这个储藏货币之一的时候呢 那么来到的最高点 好 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入港股的部分呢 以及亚洲股市的部分 好 那么入股的部分呢 它昨天是清明节休市一天 但上个星期五 他们是正常的交易的 好 那上个星期五呢 入港股 入股的部分呢 是上涨了0.52% 上证指数上涨0.52% 收盘指数3484点 深圳城址则上涨了1.02% 那么上涨了142点 收盘指数141.22点 香港恒生指数上个礼拜五是 耶稣受难日 而昨天呢则是复活节 所以都是休市的 上个礼拜四呢 香港恒生指数是上涨了1.97% 那么昨天呢 亚洲市场当中呢 只有日本跟韩国开盘 昨天日本涨了0.79% 韩国涨了0.26% 好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呢 应该有机会呢补涨 因为呢不管是上个礼拜四 好 那整个全球股市是上涨的 上个礼拜五如果有开盘的市场 几乎也都是上涨的 那么昨天呢 那么如果是有开盘的市场 像美国股市也是上涨的 好 所以呢在上个礼拜五呢 台北股市是上涨了140点 收盘指数是16571点 那么不管是收盘指数 或是盘中的16602 都创了历史新高 那么这里面呢 外资呢选择是报股 来过连续假期 那么他大买了154亿元 就买操154亿元 三大法人同步买操 外资买操154亿之外呢 投信买操9亿 而自营商买操的是10亿元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这个大立光呢 在这个假期期间呢 公布了他的三月份营收 三月份营收如果跟二月份相比呢 月增了25% 当然因为二月是这个农历春节 所以他过去惯藏的是 三月一定会比二月成长很多 过去都成长四成 所以今年成长两成八 其实并不算特别的多 如果跟去年同期相比呢 反而是年减了26% 而且呢大立光呢 四月份可能他还是表示 整个的这个需求呢 拉货动能是弱的 好 所以呢大立光看起来 还是显现出一个相对的弱势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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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行 好 好 感谢观看